8日 哈尔滨12灭火英烈集体追悼会在天河园殡仪馆内举行 早6点 哈尔滨西华园聚集了来自哈尔滨市消防支队 各消防中队的几百名消防官兵以及近千名群众 6点30分 五位烈士在家属和战友的护送下离开西华园 9点整 哀跃低回的天河园殡仪馆观天厅庄严肃穆 追思如潮 在礼堂上方 沉痛悼念灭火英雄杨小伟 侯宝森 傅仁超 张小凯 赵子龙的字样位于正中间位置 两侧赤子中心赵日月 一腔热血又冰成的婉联分裂左右 横幅下方是五名消防战士的遗像 他们的遗体安放于前 四名身着礼服的战士围在四周护卫着战友的英灵 1月2日 哈尔滨市北方南薰陶瓷大市场仓库发生火灾 消防官兵火速赶往现场灭火 当天22时许 11层高的居民楼突然塌落 正在三层灭火的十几名消防官兵瞬间被埋 火灾造成五名消防员遇难